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就气啊 快走吧 去不去 你 你该把你爹忽悠屁了 去吧 你这小子 你现在到家 你连眼睛都不卡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 妈 走 咱去 我没有病 我看啥呀 你 不去也浪费了那耗儿了 走 咱去 走 咱俩看你 等一会儿 我也没说 等一会儿 我 我说不去是吗 那你就快点了 我这么要最了解 去 快走 玉桃 我起 一会儿过来吃一口饭啊 吓我一跳 干什么呀 你们瞒着我给徐娟打电话了是不是 这么快就知道了 我手机上有通话记录 别说是你女儿逼着你干的啊 就你 一点原则都没有 你女儿想要天上的月亮 你二话不说 就去给她找梯子 对不对 我不至于那样吧 你还想怎么样 不是 我帮张多父母挂号 也是给童童面子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不差这几天 他们不是耍大男子主义吗 不是说非得男人才能当家吗 让他们折腾去 撑不住了 就会来求彤彤求我 这叫叙事而发 你懂不懂啊 什么叫叙事啊 叙满尸一箭出击 正中命门 从此以后他们彻底趴下 现在可倒好 不至于 亲家亲亲关系 何必动用兵法呢 什么亲家 秦进之好对不对 有这个典故 春秋战国时期 秦进两国联姻结盟 两国是明里结盟暗里争霸 大小战事从来就没有断过 这就是亲家 这就是秦进之好 我本来是想打闪电战的 被你们这么一来 不停指挥擅自行动 生生变成吃酒战了 怕鼻子 从明天开始 你就别管我叫歪脖子了啊 我告诉你 我脖子现在治好了 这次我来北京可没白来 我告诉你啊 脖子现在旋转360度没有问题 身都不用动了 全好了 今天我上 你说不是 不是公共电话 我搞得是我儿堂家做机给你打的 一个屋做一台 卫生间做一台呢 那台是挂机 可能挂好的 今天我跟你闹了我上医院的事 我到医院呢 你那大夫一伸手 一抹我脖子 当时我 我我就是身上子下 倒酒吧滚 哦 姨父 我笑一跳 讲了一个多钟头嘞 姐姐 这给你大姨他 去去去 这脖子不疼了吧 去 你看你看我这么多 这么多不疼了 你看你想哪去 刚才那那孩子 我姐夫的孩子 大姨他那孩子 小月 我们天哪 你姐夫啊 今儿心里高兴 你看平时话少 今儿话多了吧 哎呀 这个病啊 十来年来 一下子治好了 他都不高兴了 为啥烦心事啊这是 你们是没烦心事的 我这烦心事啊 他多了 哎 你那房子 找着没有啊 上哪儿找去啊 那合适的都贼拉贵 那不贵的也都不能住了 那房子 早知道这样 小月我都不让他 上这些学校了 实在不行 就别念了 那可不行 那孩子考学多不容易啊 咱咋过卖铁 也得供韩上学 听没 那我的情况你不知道啊 大凡要能供得起 我不会不让他念念 人家房租不是小数目 一交就是四年 谁受得了啊 小心办法呗 办法倒是有 那就看我姐帮我帮我吧 嗯 你想让我还是小多说啊 姐啊 那你得帮我呀 姐做不了主 你咋做不了主呢 张多罪听你的了 你开口一准行点啊 那你看 他不还有月团的吗 你怕他 你怕他 老婆婆怕人媳妇 姐 你可真行啊 说白了你 就是什么呢 你到这 你到北京来 你不用分头住 住没有问题 那我儿子 说白了那 那不就是你干人吗 对不对 你就在这住 吃你在这吃 有我吃的 还没你吃的啊 这说的没有用的话 咱们俩什么关系 就多脑子差个性嘛 是不是 你该来哪里面 不用想太多 我就希望你能把你那个山羊的毛病治治好 我是来给你打个前证 我来给你探道的 却确实不住 我给你打这电话 啊 好不好 顺便呢你那腰治好了 顺便你看你那 你那鼻子不爬了吗 你看他 背不住那给你往前吃吃 一会儿啊 等你早回来 一会儿吃啊 等会儿 我饿死了大姨 那等一会儿 大姨跟你说呀 今儿会儿啊你大姨炒这些菜啥的 都是给你嫂子准备的 咱等一会儿啊 表哥 你要不要给我嫂子打电话了 肚子热咕咕叫啊 咱们先吃吧 别等他了 哎呀 你喜欢这也确实是个毛病 你不回来 你刚家里一次 后来你打个电话 爸爸我回不去了 那咱就吃了 他电话也不打 你这等什么时候是个头 吃吧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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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人让你来 月桐啊 快来 我把这儿等你吃饭了 哇 嫂子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有点累了 我不想吃 吃一口吧 你看等你半天了 什么月桐 吃吧 妈特意为你做的糖醋鱼 知道你爱吃 来 尝尝 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 你干嘛 还花不少钱吗 我 谢谢 那你尝尝吧 特别好吃 我真的不想吃 别浪费了 吃吧 月桐 你不最愿意吃糖醋鱼吗 没什么胃苦 姐 你就别张罗这张罗那 顾这顾那的 人家月桐子是蒋伟生的人 你别乱加菜 二姨 她不是那意思 她就是 你看 行了 那什么 这关了门 咱就一家人 今天我说两句 今天月桐爸挺生气 你看我们一家人 现在都在这等你回来吃饭 要过去的话 我们家的规矩 老人在那吃饭 儿媳妇就得 你可能是连个站地人都没有 对不对 就得吃东西 等我们吃完了 她就能上桌吃饭 咱现在就不跟过去比了 下次你一定要注意 没回来 要回不来的家 来个电话 出点一点啊 咱家没那些讲的 说哪个人啊 这是规矩 必须的 咱家没那书 咱家没那书 那你尝尝啊 看这炒菜啥的啊 这炒都凉了 这这个你看你爸 和这导姑娘 是我今儿病看上了 都和咱家一同了 哎 大姨夫啊 你说的那个国务院的专家 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 那 这像国务院是怎么看的 长什么样 上午还说的挺神奇的 说又怎么怎么 拿手一上来 火出了的 现在又一样呢 我也上午也没像你那么说 我说的 你那个大伙 你出生的家庭好 单位好 我 我不是出医 就你大姨夫 要有那么个家庭 要 要有那么个单位 我能不能突云突兀 你信不信 爸 吃饭咱们先吃 吃完了你再长平单位 好吗 没事吧 吃饭的时候吧 不应该说话没说的 那我吞啥呀呢 你吞啥我呢 你呀 吞云 谁说吞云呢 忙啊 我都给你忙一天 坐呀 坐一桌菜 白忙了吧 我看你就饭街 他今天罵的单位 生点气 我去劝劝他吧 我都干了你们的 我去吧 从哪儿来 我去吧 你真会他怎么老心情不好 就是没有一点心情好 吃咱们 对不起啊 我爸的就那样了 跟你爸没关系 张德 你说为什么 我做错了吗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努力 还有没有意义 我到底行不行 我把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工作上 我可以不回家 不谈恋爱 什么都不管 一门心思的工作 我还跟公司同事说 事业是最公正的 你付出多少努力 就会有多少回报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傻 你知道吗 我这么努力工作 老板还不认可 把眼泪擦一擦 我这边也哪儿怎么都不怕 最怕女人流眼泪 我现在连老板都不认可 你说我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到底行不行 你告诉我 我错了没有我行不行啊 好了 完蛋你完蛋 其实我特别喜欢你骨子里 那个自信的信啊 现在怎么没了呢 哪儿去了 让狗吃了 其实我们外地人呢 跟你们北京女孩比不了 你有这么大的房子 我什么时候能有啊 我得拼多少年呢 对我来说这是梦 你知不知道 你拥有的比我多多了 经历这么点挫折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是温室里的花你知道吗 经不起什么风吹雨打 经历点东西是好事 要不你怎么能珍惜 现在你所拥有的呢 对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真实的啊 就拿我来说 上大学的时候 我家里条件 挺困的 为了给家减轻负担 暑假期间我出去打工 给自己挣着学大费 为什么呢 刚开始去了一家酒店 我已经骗你当服务生 你知道人跟我说什么吗 人家不用 说我形象不好 长大呀 行象不过滚 怕顾客看着我营养食欲 这句话听完之后你感觉爽吗 我是有自尊心的 我能说什么 我去了第二家 我去了第二家 给人在后处刷碟刷碗 每天工作十个多小时 那晚都能堆成山 我觉得挺好的 没过几天 老板有一天让我看着高压锅 我农村出来的 他 我哪会使什么高压锅 就只那锅上面盖喱盖 上面有有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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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冒气 我瞅着就听害怕的东西 高压锅你一听这名我就害怕了 没过半小时 我眼看事不好 结果怎么样 高压锅爆炸了 还在厨房崩得七零八岁 乱七八糟 当时作为来讲 怎么办呢 兜里没有钱拿什么赔人家 老板来了之后 一句话都没说 我求老板 你别让我走 你别失退我 老板又一句话没说 默许了 我接着干吧 假期结束之后 我找老板谈 我说打工这段时间的钱 够不够赔偿的损失 当时老板做了一件 让我很感动的事 不但没让我赔 工资造发 额外还多给了我连钱多块钱 人要坚持啊 乔冬的你睡过吗 火车站你睡过吗 对 明天早上起来 太阳还会一样升起 那家的未来 开心点 我会加油的 我支持你 我愿意支持你 谢谢 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不哭 不哭了 好了 把眼泪擦擦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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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好漂亮啊 会不会有我一件呢 大爷你快点过来看了 我嫂子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行 还要说话 快 大爷 这衣服得老贵了 你嫂子还是孙孙小啊 还不知道啥子过日子呢 这孩子 你去 别动 你别乱动 一会儿让她看着又闹不痛快了 没事啊 我以给她整不坏 看着看 小月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你那心的那么大呢 你说那房子 咱都租多少天了也租不着 我这脑袋都多大 你还上这点着个火药桶呢 谁敢惹人家啊 人家那是家里的霸王 霸王 霸王他不得怕流汪啊 只要我还活了 在这个家 就不行有霸王 姐夫你生气了 被生气了 就当我啥也没说 实在不行 老姑娘咱不念了 不念了 连个住地儿都没有 房子也没租着 还念啥呀 就在这儿住呗 你就别跟你大姨父添乱了 这房子要是你大姨父的 一了百了 啥事都解决了 房子不是你大姨父的 咱在这儿给她添乱 她多为难呢 别念了 妈 你说啥呢 我好不容易靠着呢 干啥不让我念了 你干啥呢 你干啥杀了我算了 大姨父 我妈不让我念了 怎么办呢 你这不为难人家吗 大姨父大姨父的 你大姨父输了也不算 我说你瞎啪啪什么玩意 我说的不算 你说的算呢 我是一家之主 我说的不算 月儿 明天该上学上学 该逮着住还逮着住 房子也不用租了 明天我跟你表哥说 就是我回农村了 你们也逮着住 他们住这屋 你跟你妈住那屋 我看他能什么呢 老头子 你看这个事 是不是得跟月董 他们商量商量 就这么定了 跟他们商量 月儿给你添麻烦了 还不快谢谢你大姨父 大姨父 好拽哦 嗯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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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都还哭了 真是的 都还哭了 不漂亮了啊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不哭了 咱不哭了啊 开学来了 别哭了 张东哥 干嘛呢 咋的 干嘛呢 张东哥还好意思问呢 都是因为你 孔丽才哭的 哎 你要是有女朋友 就带来给大家看看呀 是啊 怎么了 刚才在这儿 唐牙抹乐的 说你看不上她 孔丽 哥可没说过我这儿的话啊 哎 我也是这么劝她的 我说你是明草有主了 你要是有主了 就带来让大家看看嘛 是啊 带来吧 哎 建华姐还要给你介绍对象呢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我有对象吗 你要是不带来孔丽你就上了 对 那我开玩笑了 看什么羞啊 刚才干什么来着 张作哥 你要真没女朋友 考一考我们家孔丽挺好的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有 有 有 那过两天吧 你别过两天的 明天就行 行不行 明天带行不行 行吗 工作吧 一言为定啊这是 总监来的 多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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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西北风又转东南风了 你们俩是长期共处一室 有奸情 有什么奸情啊 我可告诉你啊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这事的重要性 你自己掂量 要有什么决定 你可千万得等我回来 你可别犯傻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张夺前女友这事啊 货真价实 如假包换 我这可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跟你说的 可见这事的严重性 重视啊 听见没 知道了 谢谢你啊 你好 请你帮我找一下张夺 你是 你就告诉她我是她女朋友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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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啊 真的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张夺 那个 你女朋友在前台呢 你 真不听话 我都告诉她 工作时候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 对方姐 对方姐 你还真有女朋友啊 好 原来以为你们 是我小时候的同班同学 关系一直都不错 抱歉 是我误会了啊 好 康剑 那个新品推幅会的筹备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中 你把情况汇总一下 转交给李总监 这个项目不是一直由康副总监负责的吗 那个咱们做一个调整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马上要推出的新产品 被命名为 今年下半年的主打产品 所以这次推介会活动 要更加重视 李总监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我决定还是由他担任总负责人 康剑副总监负具体执行 太好了太好了 我正需要李总监来指导我呢 吴总您放心 我们会好好完成工作的 李总监 抱歉啊 不能给你休息的时间了 没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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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肯定是有您的道理 那我到现在取一趟 那方案进行到哪一步了 出稿 刚刚完成 那十分钟后 你带上方案出稿 咱们会上讨论一下 好 好 我去趟前台 有好戏 看不看 快走 快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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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 你得受气 快走快走 走啊 这还没怎么样呢 眼里就没有你 昨天安排你做专访 今天又来打压你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你说吴总到底什么意思呀 这下完了 李岳童又恢复单身了 肯定又要被重用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对吴总来说 我就是一枚其子的 提拔副总监接受采访 他都是张筵法 提拔我 就是为了制约他的潜在对手 李岳童 李岳童 吴总是个聪明人 他早就知道 李岳童的能力 不在他之下 那他提拔你 是为了制约他 那为什么又 他不能让我太得意啊 不过 欲棒降征 欲翁得利 只要他是吴总的敌人 我就还有用啊 太复杂 小婶 下午开会都是用的啊 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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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十个 你看你来 快吃饭子呗 你看人家孔丽 就是孔丽 孔丽就是孔丽 孔丽就是孔丽 这一门经常说嘛 生活就像 孔丽期 一天一天的父 小罗啊 是不是演讲的呢 咋不应 知识分子啊 你什么意思我明白 来给大伙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孔丽的 真啊 你好 这么漂亮啊 你好 你们好 同事们 咱们得欢迎欢迎吧 好 哎呀我爱你漂亮 你看我的记忆 怎么了 东西拉来办公室 这不你一贯作风吗 我得回去请一下 我跟你一块去吧 免得你来回跑 哎呀张头哥好福气啊 这叫体贴 是啊找得还真漂亮 谢谢 谢谢 羡慕死我们了 羡慕嫉妒恨了吧 哎呀张头哥 谢谢 谢谢 漂亮啊 李总监 李总监你好 这是我女朋友孙培 你好 她常提起你孙培呗 你们干嘛呢 不是要是上班时间啊 那回到自己赶快上去 什么事 就那样 李玄师太 您是工系列 在技术上 我们已经处于 同行业产品的领先位置 因此 总公司要求我们 加大推广力度 迅速占领市场 独得先机 现在呢 我们推广活动的 方案的出稿 已经有了 下面请李总监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呢 活动方案的出稿 什么 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活动方案的出稿 嗯 哎 李总 你脸色不好 得多注意休息啊 好 好 哎 总监 嗯 不舒服吗 你放心 我已经一定会 批评张头的 哎呀 这个张朵真是 太不想话了 批评张朵什么 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总监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 我意思是说 批评他上班的时候 办私事 这是违访公司的规定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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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了 别哭了给 又不是没有机会了 你根本没有看到他们 关系有多好 这还走路 还手拉着手的 他们都好了十年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了 哎呀 哎呀 那张朵也真是的 不女朋友也不早说 哎呀 那怎么办 有点鼓起好不好 不就是个张朵吗 至于吗 在办公室里哭哭啼啼 像什么样子啊 不就是个张朵啼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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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怎么了 怎么那么大火气啊 我今天怎么了 怎么那么大火气啊 我今天怎么了 哎呀 谢谢你啊 不也帮过我吗 怎么样 敢敢演的还不错吧 太好了 你要是不当演员呢 都摆下你这块链 这儿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大非周折的 让我去办你女朋友呢 单身渔府真的那么重要吗 职场结婚渔府 我 我就不明白 当然不是 那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为了刚刚那个 你说的那个灭绝事态呀 其实啊 也不全是感情 更多的是朋友嘛 主要是朋友嘛 帮个忙而已 帮 帮个忙而已 嗯 真的啊 真的 得了吧你张途啊 说不定你自己已经沦陷了 自己都没发现吧你 喜欢人家是不是 我就觉得他脾气有点吧 其实他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说什么 可以发展发展 行了 哎呀 行了 好了 拜托你 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也该回去了 那好吧 嗯 有事打电话 谢谢你 握什么手啊 真是的 来 再见 小心 谁呀 疯了吧 跟你有仇啊 跟你有仇还是跟我有仇啊 真行 没事 离开童子去吧 你吓死我了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送你去找他们 不用了 张逊 你吓死我了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送你去找他们 不用了 你送手 你送手 我开车来的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有人接 丁灿 就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会来帮你打手卫生的 你把钥匙还我吧 钥匙我放楼上了 不可能 怎么你眼见是透视的啊 丁灿 张途那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不关你事了 那 那你能不能不对我这么冷酷啊 就是因为张途的背叛 导致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相信你 那关我啥事啊 知道什么叫做物以类聚吗 知道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就因为你是他朋友 那 那你怎么那才能原谅我呀 来了啊 马上等会儿 大头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不可能的 况且 我最讨厌骗人的男人 就别在这儿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就别在这儿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我也没骗你 你跟我有啥关系啊 Occasion fficial, as Iak 不愿意,ita小的 la kê гarecos' 哪里我呢 这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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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 给我按衣柜 别按了 到时候到学校还得差一个麻烦呀 我没有宿舍啊 嫂子 不过学校没有宿舍 真是的 好看不过这颜色 住哪儿 住这儿 谁同意的 我同意的 我这样子在这儿住的 你们做这个决定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怎么没跟我商量过 跟你说没有用啊 我连小夺我都没跟她说 我是她爸 我还是决定不了吗 这是 去逮住吧 月 我姐会这大两位 说了算的 一把手 大爷 你帮我弄一下呗 这是张夺他也要跟我商量了 跟你提有啥用 你这小孩 你这孩子是不是太小了 你还不懂呀 表哥回来了 阿姨 你回来的刚好 小月他没有宿舍 你知道吗 他要住在这儿 你爸同意的 你什么态度 你知道这事儿吗 我不知道 那你快说句话呀 那他同意的 那也住这儿 这 这怎么暂时住啊 是啊 那 你 你不知道这当中厉害关系吗 这怎么住啊 你应该知道的呀 这跟什么关系 我又发生关系嘛 就是一个住宿而已 别那么乱 应该 让他俩个人住吧 你们现在都同意 只有我不同意 我不做这个恶人 张夺 你告诉大家 这个房子谁做主是谁的 这个房子谁做主是谁的 喂 张总高 爸 刚才您许说的什么意思 这房子是谁的 谁做主 这就是说说话也就赶到这儿了 瞎说 不对 气话就是哎呀 气哪话呀 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谁的怎么回事 他说那啥意思 房子是啥呢 干嘛 你看你们大惊小怪的 至于吗 那说啥话呀 我愿意住这儿得了 我说说了 其他事我摆平 另外你媳妇得好好管管 有些人都要管管 有些是理解啥的 他不明白 你就跟他说说 刚才都给我气乐了才能 没事 爸咱们被整天都活在这种 没有硝烟的那种战争当中 行不行 咱们有个安静 咱们快乐下来 来 咱们快乐下来 要注意 没有 启动 咱们快乐下来 咱们快乐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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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